我们组织依法从严管理 近日一场以依法从严管理 故劳安全底基为主题的 条令法规知识竞赛 在第80集团区某炮兵旅展开 竞赛增加了案例分析 群众提问等环节 推动法治理念 在官兵中落地生根 通过知识竞赛 为我们依法带兵 以情带兵 文明带兵 科学带兵提供了思路 也深化了我们官兵 对两会中依法治军 内涵的理解 这个旅渔还将学习两会精神 与党建工作结合起来 党员骨干组建学习小组 运用报纸新媒体 和信息视窗的辐射作用 及时了解两会精神要义 并开展党员八分钟讲述活动 让每名党员走上三持讲台 宣讲会议精神 讲解实施政策 梁慧忠提到了一些好的政策 也让我倍感追认荣耀 我会以更积极的心态 更特别的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边防战士来得太及时了 我一定要好好学一学 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实惠 马背宣讲团还多方收集慕名和哨所官兵 极难筹判问题 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诉求 用实际行动温暖大家 这些年我们的边防建设越来越巩固 越来越多的惠中政策陆续出台 当然这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名边防巨人 数好边 数好房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組何必中刑 继续出台 路面观感双 建造经锚